如果到時候人家在板塊論上面 完全不理會他 而是跟其他的沒有黨籍的 也就是無黨籍的區域 或者一些其他的小黨來做結合的話 這樣一來 柯文哲他還能三分之下嗎 你來到重慶談判 我說重慶 柯文哲說現在是三分天下 哪叫三分天下 他就是說他與侯友宜還有賴清德 他們三個人叫做三分天下 那真的是三分天下嗎 這三分天下的典故自然而然 是來自於三國所謂曹操孫权 然後他是劉備 那麼三分天下他說的是哪三分呢 難道他就是劉備嗎 或者他要說他自己是孫权呢 還是還要說他是曹操呢 顯然他的意思是賴清德是曹操 而他要講了侯友宜啊 跟趙曹康就是孫权 他自己呢就自封為劉備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的兵力相對較小 而且劉備是到處了 東靠行西靠行啊根本沒有兵馬 最後呢是借到了荆州以後 又去攻了易州 現在呢他顯然是要準備入川呢 是拿易州了 那此話怎講呢 也就是說他要拿一個不敗之地 但是呢又沒有什麼太大的版圖 也就是說他是沒有辦法雄霸天下的 這樣一講當然講的是立法院 而且說的是不分區的區域這個立委席次 那麼他為什麼不講區域立委呢 簡單說區域立委他根本是沒有結尾三邊 其實三個選區啊 連他的愛將蔡壁爐都公不下來 和蔡其昌作對失差的那個選區 所以他哪裡選得上呢 所以他就根本沒辦法 跟別人齒言所謂的區域立委 那麼他在整個候選的選票又如何呢 所謂大位的選票啊 大家怎麼看他就是那個三百萬票 說真的也奇怪 他的三百萬票啊顯然就是另類的中間選民 是如如不動的 那就是說不管民進黨或者國民黨 想要吸他的三百萬票是吸不動 可是妙的是他想要吸民進黨或國民黨 那邊的票也吸不動 於是現在的局面啊 還是五百五十萬對四百五十萬再對三百萬 這種比例啊恰好 就有點像是三國局勢的所謂三分天下 那就是曹操 曹衛 孫權或者是江東 再加上他自己的一州之地啊 也就是四川或者是四川盆地 那麼這種三分天下到底能夠多久呢 說一句實在話 他還真是王點上天經 這種所謂三分天下這種票數格局啊 直到一月十三號 因為一月十三號之後 他就只剩那幾席的部分區立委 這樣一來啊就算他有十席 他也等同於啊 是對上人家的五十多席 比上四十多席再也有一個十席 這個比例啊可就差距很大了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到立法院去他只有十席 那麼人家可以完全不理會他 因為呢十席 這個如果是民進黨啊 只差個三席或兩席 就能夠達到半數的話 那麼民進黨完全可以跟其他再小的黨 或者是一些 也就是沒有掛國民黨牌 然後呢用自己的名字 給選上了這些區立委 例如比如說這次的林國姓 又例如比如說這次的高金樹梅 把這幾席給加上去 那不就得了嗎 我們很難說啊或者說很難講啊 這些啊掛自己名字 沒有掛任何品牌的啊這個區立委 選上以後就一定會站在國民黨那邊 雖然國民黨啊經常禮讓他們 可是啊實際上啊 人啊還是往西瓜的大邊去靠 也就是說啊這些人到時候啊 基於利益的取向 他真的會站在國民黨那邊嗎 因為還是不知道 柯文哲到底會站在哪邊 那麼其結果如果是一樣的話呢 他們把票往民進黨那邊去投 那其實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為什麼講說 柯文哲是往臉上貼金 如果到時候人家在板塊論上面 完全不理會他 而是跟其他的沒有黨籍的 也就是無黨籍的區立委 或者一些其他的小黨來做結合 這樣一來 柯文哲他還能三分天下嗎 當然就三分不了什麼天下了 那時候大家只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小小在野黨 而且是第二在野黨 所謂的一個掛名主席而已 而且他那幾個不分區的區立委 在整個立法院的表現 也很難有什麼了不起太突出的偉大表現 感謝你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